香港花位展現正在維園舉行 一班花位及原木攤位的當主 不滿當局縱容為規出售食品、配飾、茶葉茶具的攤位 在會場出入口請願 他們說新進駐的集團貨品定價高 出高價投檔令到租金翻倍 由本地的花籠心灰意難 因為今年的租金上升放棄參展 我們做花籠是很辛苦種花出來的 我們的成本相當高 但賣了價錢相當低 利用不就說了 我們的抵價本來是22000多元抵價 結果說高不高、低不低 我們接受 但現在就加插了外來的商戶 賣生果、賣藥材 賣花茶 賣花茶 那些商戶呢 就加賣交入來 這些商戶以前是在哪裏做的呢 香港公警局的抵價 但香港公警局的抵價 跟我們花位展覽會的花位抵價是相差 根據康民署的規定 花展的攤檔 只是應該出售指定類別的商品 即是觀賞植物 食用盆栽、植物種子、花盆或原物工具 但現場所見 有不少檔位出售列明禁止擺賣的食品 水果、海味甚至是夜冷 在花龍請願之後 當局開始要求涉嫌違規的攤檔 收起非指定的商品 但大多數都只是隨便用布 蓋住有關的商品就算